第四个作用 可以拨下佛报生种子 从而快速成就报生 第三集灌顶叫智慧灌顶 这一集灌顶中包含了超级的智慧 以及大圆满的智慧 智慧灌顶的第一个作用 是允许受灌者听闻、修学 与后期的圆满次第有关的密宗续部和论点 圆满次第分前后两个级别 前面的圆满次第 在第二集灌顶以后就可以修 但诸如像十轮金刚之类的高级圆满次第 则需要在第三集灌顶以后才可以修 第二个作用 是让气脉明点当中的明点 以及身口意当中的意 转化为佛的智慧 当下没有证悟的人 借助于灌顶所给予的力量 以及深渊次第的修法 就可以让自己的意识快速成熟 并转化为佛的智慧 第三个作用 可以断除意识所造的罪业 第四个作用 是得到法身的种子 并令法身成熟 第四集灌顶 是最高级别的巨翼灌顶 以及大圆满的灌顶 第四集灌顶的内容 不仅包括内密最终的大圆满境界 也包括所有密法的内容 第四集灌顶的第一个作用 是允许受惯者听闻 修学与大圆满法最低境界相关的部分密宗续部和论点 第二个作用 是给受惯者心里 拨下快速得到佛的自信身的种子 法身和自信身 是佛的不共同功德的两个方面 其光明的一面 叫做法身 如来藏空性的一面 叫自信身 第三个作用 可以断除气脉明点的综合障碍 包括细微的锁之障 与烦恼障在内 第四个作用 可以消除阿赖耶石上的三叶 共同制造的罪业 互生功德 合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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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